政約華編婆 鳳山良振英 市長會和大家講兩句話 之後再答大家問題 那就有請市長 我們律政司的刑事檢控科 去處理刑事檢控案件的時期 我們是根據我們的檢控守則去做的 檢控守則和基本法第六十三條 其實將我們的獨立性寫得很清楚 基本法六十三條 其實是保障了律政司去處理 檢控的事情的時候的一個獨立性 在檢控守則裏面 亦都強調我們檢控的人員 他是獨立 他不會就一個人 他是甚麼社會地位 他是甚麼政治背景 去作出任何偏頗的事情 他只是不公平 不偏不倚去做他的檢控決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檢控的守則裏面 亦都寫得很清楚 是他不會受到 因為那個決定會對社會 或者政治有甚麼影響 或者對某一些政黨 甚至乎對政府有甚麼影響 而是去將他的決定 是受到不良的影響 所以從頭到尾 做檢控決定 都是按法律 和看證據 去作出這個決定 所以這是第一點想和大家分享 第二點 就是我們提到外判大律先的事情 在我們處理案件的時候 我們要分兩個層次 一個就是檢控決定前 我們會不會找外奸大律師 去提供一些法律意見 和檢控決定之後 我們要決定檢控的時候 我們會尋求外奸大律師 或者資深大律師 幫我們出庭 我們現在主要要相關討論 就是檢控決定前 會不會請外奸大律師 這個其實我們在律政司的工作 一向做檢控決定 都是由我們私裏的同事去做的 如果涉及私裏的人員的時期 案件裏面 譬如嫌疑人 或者受害人 或者甚至乎證人 是私裏的人的時候 我們認為適當的做法 就是會尋求一個外奸法律意見 如果那個案件有特別需要 而需要到一些外奸法律意見 來幫我們手的時候 在具體個案的需要的時候 是會有機會尋求外奸法律意見的 所以我們再強調 我們尋求外奸法律意見 不是我們慣常的做法 我舉最近三年的數字給大家理解一下 2016、2017、2018年 我們律政司在做檢控決定前 尋求外奸法律意見的案例 因為那個中數是零中、一中和零中 由這些數字大家可以很清楚見到 我們不會慣常地去外奸大律師 去拿法律意見 也都 剛才我所講的我們那個檢控守則 大家都會清楚 我們不會因為某一個人 是個涉案人士 我們會必須去尋求外奸法律意見 也都不會因為有些甚麼政治影響 或者擔心社會、公眾、媒體有些甚麼影響 而將我們的法律原則丟出去 我們是會按法律和證據去做的 多謝各位 多謝這位朋友的問題 在我們考慮一個案件的時期 我們當然都會注意到 每一個我們檢控人員去接到一個file 他要看的時候 他都會看一下 他會不會自己本身有利益衝突 又或者會不會有一個 我們叫apparent bias 偏頗的觀感 那這個是一個客觀 和有一個法律的原則去做的 因為這樣我們才可以對每一件事 都有一個可預見性 而不是某一個人覺得感 又是另一個人覺得感 那怎樣叫做客觀上面 我們怎樣叫做偏頗的觀感呢 那個英文的test 我不記得exact wordings 但是其實就是一個fair minded informed observer having all the relevant circumstances into account consider there is a real risk of bias 那麼在我們這個處理這個案件的時期 處理相關的案件的時期 我們都會考慮到這一點 如果沒有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們不會因為可能有些政治敏感 或者可能公眾或者媒體 對這個的反應會是怎樣 而因此是受到這些影響 而影響我們的決定 所以我們是要跟著這些法律的原則去做事 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nd we are not to be subject to any interference that principle is also enshrined in the prosecution code where the role and the duties of the prosecutorial officer is very well set out under there it is very clearly stated that the person who is making the prosecutorial decision is not to be affected by what the position of the particular suspect the circumstances that might arise as a result of the prosecutorial decisions whether it be political or whether it be a matter of the media viewing the circumstances or the general public now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rinciple to bear in mind because if that principle is not upheld and safeguarded then we will be swaying one way or another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general public or the media and then we will not be able to follow the rule that is set out in the laws and how we are going to assess the evidence and hence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must comply with the legal principles on how we assess a particular case based on evidence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 evidence gives rise are sufficient to form a reasonable prospect of conviction and may I add a little bit about this particular standard of test because it isn't merely just on balance there is a reason to prosecute because on balance is not good enough it is no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prosecute a person simply because on balance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he may be liable it has to be a test and again this is well settled in case law and of course in the prosecution code it has to be a reasonable prospect of conviction before we make that decision 為何他們不准夥, 背後的理據是為何不准夥 另外關於前建, 要不要再進一步公開 作為幫助資料, 因為他們覺得背後的理據 好像他們不清楚, 為何他們不准夥 首先大家要明白, 亦很重要 我們不可以就個別案件作出任何評論 剛才提到那兩個案件, 其實現在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 所以不應該作出評論 不過我嘗試一下, 趁你這些問題, 回答一下一些原則性的問題 譬如有一些法律的意見, 大家需要知道法律意見 在法律上是受到一個法律保密特權的保障 換句話說, 我們認識法律的人士 我們知道法律意見不是隨隨便便, 我就可以拿出來公開給大家看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大家要明白 至於那個細節上, 我們為何不在一個案件那裡 我們會講到很詳細, 每一點證據是怎樣去講出來 當我們有些聲明的時候, 我亦都在這裏多謝這條提問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關常的做法, 我們不會隨隨便便作出一個決定 不檢控, 尤其是不檢控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做一個聲明 但是有些情況, 可能社會已經有些關注的時候, 我們會做適當的一個回應 作出一個聲明, 因為我們需要知道的話, 我們去作出一些聲明 不可以所有細節都講, 因為其實我們在檢控守則的第23點4段那裡 其實是列舉了一些原因的, 譬如法律特權的保密, 裏面的法律意見 譬如證據的保密性, 譬如涉案人士的私隱, 或者其他不只是涉案人士 可能相關的證人的私隱, 我們都要尊重 而更重要的就是, 為了保障司法的公證, 我們不可以隨便把一些相關的證據拿出來 而引致到有一個在我們的檢控守則裏面, 叫做一個公審的情況 這個公審, 通過一個這樣的公審情況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這個相關的人士就沒有了刑事司法程序的保障 這個不是對香港的司法公正是一件好事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去講我們那個決定, 為何要做的時候 我們的原因都是有一些原則, 是有一些法律的標準 我們自己作出一個專業的判斷, 是講給大家有多少相關的事情 法治天正, 謝宇和! 法治天正,謝宇和!